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第十五章说到它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条的时候 它又再说住这个字,而且重复又重复 今天我们的福音里重复了多少次?你自己数一下 八次那么多,耶稣很喜欢这个字 住在这里,希望我们也喜欢这个字 不单止这个字,而是代表这种象征的意义 就是很深的关系,与耶稣很深的关系 祂要住在我们之内,而我们要住在祂里面 好像很沉醉 但这些不是一种理性的逻辑 其实如果是理性的逻辑,说一次就可以了 你住在我里面,即是我住在你里面 但是在一个爱,有一个深的感情里面 是要这样说的 即是两边都要这样说 我进去你里面,你进去我里面 要这样说,令到你表达那份很深的情感 所以让我们喜欢这样住在耶稣之内 不会自己不喜欢在家里 不然有些人在家里面又如何呢 很沉闷 宁愿,要七复走 要动的,要做些事的 觉得这样才有成效 才能做到事 但不是的,耶稣告诉我们 怎样才能结果实? 耶稣要我们结果实 不是坐在那里就算了 但不是要果实,而是要果实 当然,这是一个字眼 我特别想说什么? 果实是生命 果效可能是一些有效果出来 好像做到一些事情 但其实没有改变生命 没有提升生命 怎样才能提升生命? 使生命里面有感染力? 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感染了 怎样被耶稣感染? 就是跟耶稣的生命黏着祂 就像枝条黏着树干一样 枝条能够结果实 不是因为枝条的原因 而是因为它黏着树干 经过树干的养分 然后去到枝条那里 开花结果结实类类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都是一样 让我们紧靠着耶稣 黏着祂 不要走来走去 以祂作为我们的焦点 以祂作为我们的中心 将我们自己交托给祂 信靠祂 为什么? 因为祂对我们说 你们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你们内 《药王福音》15章4节